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芒向快步》的时间 今天就是2020年8月28日星期五的晚上时间 今次就有许刘山,还有柳西兰社长小白熊Raymond Wong 大家好 还有马来西亚大马sir马来近 各位网友好 还有加拿大家产生 各位网友好 还有变成了脆皮雪条的以德台仰 大家好,记得点赞我们的影片 最重要是订阅梦向哪一部YouTube频道 正向一部曬冷气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 今次回来又讲讲一些娱乐crossover政治 藝人政治化,政治化了一些藝人 真是不知道谁化还是不化 之前我们做过一节有关于陈敏芝 所以就被网民找回了一张照片 就说去撑暴徒 所以都相当之大影响了 对于他那个曲奇 对了,很多媒体就说他被飞走 在这一套飞虎那里 我们就说他飞虎就变飞枝了 接着就说了 原来最麻烦就不是他那套戏 最麻烦是曲奇 到时候曲奇就没人吃就最大件事了 或者没人买就很大件事了 还有因为有很多不同的股东 牵涉到不同的东西 就陪都陪到偶电 他都屈结了一排了 终于都出来了 勇敢面对了 不知道算不算是了 等大家淡忘了一套戏 下了之后 他会不会有些什么要说呢 好了,今节就很荣幸了 我们疑似请到陈敏芝 接受我们的电话访问 我们一起听听他怎么说好吗 陈敏芝,电话方面 我们就是望向哪一步 周珠,有些人说 为什么支持暴徒 还是支持手足 有些人说 你不爱国 你又去国内卖曲奇 你究竟是怎样的 不如这样吧 你说一下你自己怎么看好吗 我想说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 大家很多都是的香港人 其实我们有多爱我们的家园 我们真的很爱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 真的很多人出生到现在 有很多很好的回忆 所以我怎样会不爱香港 同样地我是中国人 我又怎样会不爱我的祖国 其实是一样的 为什么会不爱呢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件事其实是不开心的 就是大家要正能量 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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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他们不是做到好像 劏米仔 他也做艺人 我不知道 因为我最初都不认识他的 其实是真必识才认识他 说真的 我都不认识他的 但是不要紧 那就是何银斯 你不是做到他的那种程度 那些就很好 那些就很好 这样其实有没有必要 收拾一张照片 就做一些文章出来呢 或者收拾别人一个帖 这样就去说这个人是黄 其实我觉得没必要的 那有些人还说 要密切监察某一个男演员 他有没有僱用一些黄人 来做他电影里面的演员 就是要 就是当你去到这样的时候 社会很难回复正常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你只能够 就是最极端那些当然你要反对 就是最极端的人做的东西 你当然要说这些东西是不对的 但是你是不是可以 就是一般人 只是一幅图出来 或者其实都没什么怎么说话的 可能有时候 那幅图他都未必 他分享的时候都未必知道 那个意思是什么的 他这样分享了就算了 是吧 就是不需要 就是要有 要有 吓打吓杀 是吓打吓杀 是 吓打吓杀 就是其实是 第一做这些东西的人 究竟是什么人 是一个网上无名无姓的人 他是有空到天天走 去看一个 各大明星的 就是一个好像不需要银食的人 天天就周围看着人家的Facebook 监察人家 监察人家 是咯 谁给权他这样做 根本没有 我捉到他少少东西了 哇 我好高兴 就是等于你 你根本和一个 陈宝珠与萧芳芳 当年 谭泳论处 张国荣 哇 谭泳论撩屁屎呀 以前怎么想来呢 不过以前没有网上 没有网上 你没得做 耶 是一个不用银食的人 随时是一个 那些白无了賴 不用银食的 如果这个正常人 勤勤肯肯做事做事做事的人 有空天天去看人家的Facebook吗 嘉赞生你这样说的 有一次暗示 是不是暗示着某个戴着个 什么跨眼镜 经常跟人说你好那个 蓝型KOL 他很喜欢监察着我们的哦 我们的图做得漂亮点 又吵 是吧 突然间 不知道挑起哪条根 又说我们跟欣申讲有关 那些这样的哦 经常都捉着我们来说 好像很多人留意着我们的东西 是吧 好像在说他 不过他会说 有网友给他 我相信可能有些不用做事的网友 就常常看着我们了 老实说 那么一个正常人 一个正常人 怎会理这些东西 说衰点 就是谁给权他 这帮人 批判一个人是爱不爱国 你爱港的还是爱国的 除非 你怎会说一个爱港的人 会不爱国 就是你不承认一国两制 你不承认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是吧 爱港自然就爱国的了 原来你这么没信心的 原来你这个人其实是没信心的 说这套话那东西根本就没信心的 那个逻辑 就是等于那个女人 整天问他男朋友你爱不爱我 你爱不爱我 有没有出去滚 是啊 这么没信心的你 那再说一下 陈敏之还有什么要说 他就 他就 他就说化悲愤为食量 就隔了什么非 那都是叫做 邵氏的剧集 飞虎之 壮志英雄 他就开了个Facebook直播 还是不知怎样 就教大家做下饭 还是怎样 誓死不支持你 曲奇兵会不会不开心 那就不要紧 不要不开心 然后他就说 他有回答 他也有看一些新闻的 都知道 最近有些报道 都说他一年前 传播过我的照片 那他就说 他的意思是怎样 社长都可以听一下 他就说作为一个妈妈 大家就知道 他有宗教的信仰 他想表达的东西 是人的力量有限 只可以靠神的力量去解决 就没想过大家想到这么复杂 其实我说 他是一个很简单的人 这个世界多一点的爱 作为妈妈的他 都是很想这个 都是爱好和平 想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面生活的 都说了很多人的心声了 一般人的愿望而已 其实就是 不过其实这么说 他是不小心的 就是发这张图 但是拿他张图来做文章的人 也都是 我认为是特意没有事 找事情来搞的 不过我自己的看法 这个是 那有些人是很极端的 这个社会 所以 如果你的社会极端的人多的话 其实大家都没运行 就是我们是说过很多次 这个理论 有些人就不断 就是继续 令到那些人去 极端化 可以说是 就是 明明很少的事 传道人 应该是教人 好像陈敏芝那样说 应该是要 要说爱的这个字 是不是 但是不是的 有些传道人就说 要有仇必记 是不是 那不公道的 我自己就觉得 就是 等于这样 陈敏芝他都说了 就是他那个宗教的信仰 那他都说了 觉得人的力量有限 希望可以依靠神的力量去解决的 不知道 也有些人也在节目中说 什么宗教 什么坛 这方面 征教神探 何神那样就要跟上神探 当然是 但是我就不太明白了 那他 那他究竟想用他自己的光芒 用他的远大的志向 加上他的光芒来扭转这个社会 还是想靠神的力量去感动世人 这个真的不知道 我自己认为 温和的人的宗教信仰才是真的 极端的人 那个宗教信仰是假的 因为 极端的人 他们是不会包容其他人的 就算是温和的人 他们都觉得是错的 那 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们我认为 他们那些人 讲任何宗教 就好像Donald Trump那些人 讲什么宗教都是浪费 其实都是骗人的 就是 你温和 你爱人如己 那那些人 那些人 那些人说的才是真的 就是真正的宗教 因为其实是导人向善 宗教其实最主要的那个 我自己的看法 最主要的那个目标 就是令到那些人善良一些 就不是教人家 有受必记的 就是我自己没有一个传道人的资格 但是我自己就觉得 你起码都要 就是 讲一些东西是会令到社会 没有那么多磊气的 如果那个社会 是那么多磊气的时候 你是什么都搞不好的 不过这个我自己粗浅的看法 那陈敏之他都开到腔了 都说自己是爱港 爱国 我自己就会觉得有少少是 没有办法之中的办法 都要这样去说明 就是说一些keywords 令到某些人都觉得 哦 现在了 终于表态了 是吧 可能他们会说 那皇友我们赢了 这个呢 这个所谓的 43寸长腿都跟我们跑 是啊 你们又输 又少了一个 看你们什么时候跪低 有一个跪低在我们之下 做皇友 叫他跟自己老板说 叫他老板跪低在你自己之下 对着老板说你 我不可以说我爱国 老板说 我两样都爱 但是我亦都爱钱 你可以和我做事 这样说 哈哈哈哈哈哈 我要鑽吃 现在鑽吃艰难 要不然我也要向银行跪低 当你收拾了 大家都跪低 快点去做事 那麽多东西 最可能就是 不过 社会风气是有些问题的 你逼人表态 其实有些人是很坏的 我自己觉得 见到少少 不是很坏的 就狂咬 就是 好像 林郑 批评林郑施政 其实已经不是批评 有很多人说我批评一下 但其实她是很恶毒的 说那些已经是 根本 已经 严格来说不算是批评 差不多要迫 林郑 跪低在她面前 帮她损脚趾一样 那种态度 那种态度 即是有些人基本尊重也没有 有些人是 大哥 就算你是局撑 就算习先生 局撑这个林郑月娥 那你一个局撑 连习先生都局撑的人 那你是不是可以不撑呢 是不是 不撑 很多人不撑的 你看 过去 过去反修例的事件 你可以看到 有多少人不撑习先生 是啊 因为那些黑暴人是不撑的 但是现在有些人说 建策力量也不撑 那还不是蓝色反党集团 没有批评他们的 即是有些人说 你不要批评其他南映的人 为什么不批评 我和那些反党集团 是不共戴天的 不是 批评而已 我们没有呼吁人去 去向他们施行暴力的 我们批评而已 说一下也不行 有些人就是 连我们说的自由也不准 其实我们说了出来 就希望大家认清一个事件 从而希望透过这个讯息 可以让大家认清哪些人信得过 哪些人信不过 哪些事情可以做 哪些事情不可以做 都是希望 尽量不要做 尽量不要做 要做少一点 或者令到社会长和一点 不要那么多雷气 应该这么说 或者希望大家走向这个正向 最重要是正能量 正向步就是这样的 当时要整正向步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希望大家走回正面 正能量也好 正面也好 怎样都好 不要这样反而会好一点 是啊 所以在陈敏芝事件 我们又不是长腿也好 曲奇饼也好 应该怎么也好 嗯 我觉得他这次 他这次也是 他这次不小心 解释 他有点不小心 他有责任的 但他解释就算了 解释就算了 而且我也没有份去批评他 我那一节节目没有做 因为我专专备席的 因为我也挺喜欢看陈敏芝的 哦 虽然现在他很少在电视节目上 现在高海宁比较多 我看 但是 那没所谓了 男人看美女是很正常的事 是不是 是 而且陈敏芝的人是不坏的 不是说他做戏什么 曾经有一个搞笑节目 应该是尼尔斯弄古王 他们说要做一个节目 就是试着打电话 替人借钱 可能可以借 于是他就找了郭俊安 去问陈敏芝借钱 郭俊安好痴痴 扮到好痴痴 不问陈敏芝借 几十万 大佬 陈敏芝说 你有什么人不想怕 我会直接给你 可以看到陈敏芝的人 其实是很好的 仗义素材 很仗义的人 很重情仗义的人 他直接说你家里有什么事 没问题 我立刻帮你 郭俊安人欺骗他 说他买一辆车 还是怎么样 不是 那个不是 那个不是 李斯哲 李斯哲问马海伦 不知道买车买成 马海伦说 应该这样的 不是三十四个半 说一年那些人 说几年那些人 他是一个有品德的人 大哥 一看到你家里一定有事 他会这样想人的人 证明他是一个善良的人 怎么可以 为了这样的事 被人低评 不过有时善良的人 心地太善良 很容易被人误解 尤其是一个极端的社会 是很无奈的 所以 有些我们之前有节目都说过 其实给这些黄蓝的问题 大家都可能害到自己身边 都没有了一些不少的朋友 可能当初 可能两个协冊刀 可能可以 你一赚几十万的都可以借着你 现在可能 免得了 你竟然去排一些苹果的煲 我就不再理你 免得了 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事 其实说真的 我和很多朋友疏远了 实际的情况是 我是没办法的 其实不少的 看他会激到什么程度 有很多人是很激的 而且他不是很顧实际的情况 有些人还想着在这个乱局那里 找些钱 找些钱 大家只可以说不同路 没什么的 朋友都是朋友的 但是 以前可能我会打电话找他们 现在就少了很多 有一部分 不是全部的 有办法 有机会 社长再吃一下这个 陈敏芝的曲奇饼 可以有机会 那我们这次时间 都差不多了 那大家 或者都 好像陈敏芝所说 大家有点爱心 做一个正常人希望的事 就是大家 都是一个和平 开心 健康的社会里面的生活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没有暴徒 最后会有暴徒 希望大家都接受他解释 起码他解释 叫做 还有陈敏芝不是一个很奸搞 也不是那些很聪明 聪明的人 你要看 就是 刚才家撑说那个 就是 什么 整股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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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他之前呢 有上过这个 超级无敌掌援人 他玩超级无敌掌握的时候 你看到他的人 不是那些很刺激的人 就是不是那些很聪明的人 就是狠狠狠被人 是的 就是他吃辣热寿司 吃到 吃到 吃到吐的人 吃到不用吃饭了 你说这些是不是会假扮呢 其实我自己觉得不会 就是 就是 寬容一点 有时候可以 就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 就是我不懂他的 首先要讲一件事情 就是 就是我纯粹是看电视 就是我认识他 他不认识我那些 就是电视看得到的 不过尽量都是 用一个寬容一点的心 大家就是 减少个社会的泪气 那就好很多 大家都 刚才社长讲到 这个打电话 去给一些藝人的那一段 有一次挺好笑的 陳敏之打电话 你要借钱就借给你 还是怎么样 还关心一下你 有什么事 还是怎么样 一个已辜的歌手就是罗文 那时候软硬 软硬玩给他 记得 他梳化 送把线给你 送把线给他 听到原来给了钱 就叫人送上来 笑到肚痛 好了 我们今节 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 好了 这个 你是不是真的是罗文 唱两句来听 大家和平共处才是最好的 有手就不要记得这么多了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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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